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婶婶 你别生气 婶如 好了 走了 走了 婶如 快点 走吧 终于把我的眼中钉给拔掉了 真是痛快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怎么样 照我说的去做呀 先把我给你的那一千万给还了吧 高深深 别以为有几个臭鸡 就可以高高在上的跟我说话 董立用完了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 高红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留着这个戒指没有丢掉 洪果荣 他伤得你还不够深吗 妈 进来 妈 你给我的支票 被我弄丢了 怎么回事 妈 我到了那之后 才发现支票被偷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一千万 这张支票可以随时兑现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这票放在我皮包里 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就在Dr.Queen的时候 把皮包放在办公室里 当时 珊珊她 也在办公室 你说什么 你怀疑珊珊是小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她有可能拿走支票啊 够了 珊珊破坏你跟我一样的婚礼 我是觉得很抱歉 可是你怀疑珊珊是小偷 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妈 还有 珊珊最近的状况很不好 我担心她又闹情绪 所以让她去管理Dr.Queen 你就负责开发部吧 好 这个是 当年洪国荣知道我怀了明明之后 她买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留着没有把她给丢掉 也许是为了想念明明吧 明明如果还活在这个世上 应该都已经快三十了 不说了 你去忙你的正事吧 我知道了 好了 银行答应肯帮忙 我相信很快就会水流石出 文艳 你会不会认为 不准再说了 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就要生气咯 光潜你说老婆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走吧 嗯 这次有文艳在我下不了手 下次要是你一个人 我一定不会手软 妈 文艳回来了没有 哦 文艳说她要加班呢 对了 珊珊 把药吃了 我一会再吃 听话 当着妈的面把药给吃了吧 妈 我会吃的 为什么你要像看犯人一样看我呢 珊珊 妈是关心你 来 我要吃了 我说过我会吃的 对了珊珊 有件事情 呃 品如 今天掉了一笔钱 关我什么事 我是说 你下午在大自困的时候 有没有动过 品如的皮包呀 你是怀疑 我拿了林品如的钱 不 我是你生的 你养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去偷他的钱呢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珊珊 你别激动 妈姐是随便问问 你随便问问 这根本就是侮辱了我的人格 我要钱可以找妈妈要呀 我干嘛要去偷李品如的钱呢 是李品如跟你说的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要 是 一定就是他 妈妈 你太偏心了 我 你既然这么喜欢他 让他当你的女儿算了 珊珊 你别生气 妈没有这个意思 来 先买药吃 是 我说过我们没病 病的是你跟哥哥 这些药 留给你们吃吧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输定了 我保证很快你就会 身败名裂 放着房间不睡 成天睡在客厅里 就那么大点地方 你也不嫌碍事 我是不可能跟他同房的 你就那么讨厌他啊 那当初呢 当初干嘛去了 要死要活的 要跟爱丽好 还不是为了爱丽 得罪了林品如 把我们家害成这样 行了 别唠唠叨叨叨叨叨叨叨 一天弄了就是那两句话 烦死了 睡觉 一想到我的产症 我觉都睡不着 你还是去跟林品如说说吧 他不是说了要把产症给我的吗 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吗 拿我当猴耍 去 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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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说那些废话 我没有进去听 大姐 平如 又来看我哥 对啊 我现在正在学习做饭了 你看我买了好的东西 我准备给可林哥哥做饭去 大姐 这个戒指是谁送给你的 这是我叔叔给我的 说是我妈妈的 能疼我了 平如 好看吗 好看吗 这个是 当年后不容易知道 我怀了秘密之后 他买给我的 你确定 真的是你妈妈的戒指吗 当然了 这是我叔叔说的 我先进去了 我公公说 大姐父母双亡 可是宏家根本没有大姐父母的照片 难道 大姐就是明明 爸 你要回洗车场吗 我送你一程 不用了 我身上发臭 不想弄脏女车 爸 你和董事长的女儿明明 是不是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明明 是高红告诉你的吗 我妈 她心里一直觉得亏欠明明 一提起明明 她就会心痛 所以我才想求您 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我早就跟高红说了 明明三岁的时候 发高烧死了 你还想知道 什么证件 我不认为明明 她已经死了 明明 她应该是发高烧 烧坏了脑子 但是我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 您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还替明明改了名字 叫红宝丽 胡说 我很清楚 我并没有胡说 如果宝莲 真的是明明的话 能不能让宝莲 和她的母亲相认 宝莲和明明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些 你还真相认 还真相认 她应该是 很难的 她的 我还真相认 我还真相认 我还有 我还认为 让她更厉害 我还不想 我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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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莉 来 快请坐 你看看 这间斩节的别墅怎么样 难不成 你要买下来 做你跟高文艳的新居 当然不是了 文艳喜欢小一点 温馨一达的房子 这间别墅对于他来说 太大了 我是想 把这间别墅 给林匹如 他盗用了那些公款 当然要用那些钱 来治家安业了 果然等着 林匹如 谁让你不敲门 就进我办公室的 总经理办公室 是你这种女人 可以随便进出的地方吗 我早就觉得奇怪 艾莉已经山穷水尽了 怎么可能会有钱 出回房产证 现在我总算弄清楚了 你们狼狈为鉴 你说话小心点 高珊珊现在是 Dr. Quinn的新任董事长 我是来专程拜访她的 你们不承认 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请银行 帮我查支票的去向了 我相信小偷 很快就会现原形的 我就说过 不要在Dr. Quinn见面 现在林匹如知道了 他一定会紧扬我们不放的 好了好了 坐下 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个林匹如 要是知道这张支票的去处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等等等等等等 干什么 你在找谁啊 找高红 等等 你装不懂事长什么事啊 找个理由我要登记 我要问问他 他那个没心肝的女儿 把我们事情眼睛弄瞎了 他要赔偿我多少 你太没心没肝了 我告诉你 警察你告诉我们了 说这凶手是另有其人 你想想补偿金啊 我告诉你 还到丰儿院去住不较快 你胡说些什么呀 你搞搞清楚 你不过就是一个看门口吗 拿着鸡毛挡令箭 你别忘了 以前这栋大楼 那是我们洪家的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管你什么事 来来来来 不要碰我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个看门狗 而且是个中心的看门狗 你要在这添乱子的话 我就咬你 笨呐 会叫的狗是不咬人的 什么事吗 真是 胡罗皮羊被卷弃 哎呀 高红 是你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我还有事 我们那段情 早就过去了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在任何人面前 再提起那段往事 更不要提起明明 你以为我重提往事 是在炫耀吗 我告诉你 红果荣 我这一生做的 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你在一起 还生了明明 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让品卢知道呢 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老公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 你刚才跟高红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还有什么 什么明明 听错了 没那回事 你快回家 有什么事 等我晚上回家再说 我没听错呀 怎么 他们俩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吗 我就是我妈 高红和我们无冤无仇的 干嘛帮着林品如来害我们呢 原来 有什么 你现在还没求到 你 看 你 看 我 是啊 那个明明是谁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洪布荣没有告诉你们 我们还曾经拥有过一个女儿 我们除了没有结婚 其他就跟夫妻一样 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说你和我老公 曾经有一个孩子 谁信你的话 信不信是你的自由 我只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这就是说 那个叫明明的 是你和我老公生的孩子吗 不错 明明 就是我跟洪国荣生的女儿 你胡说什么呀你 拿走我们家公司不说 还要诽谤我老公有私生女吗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私生女私生女的 她是有爸爸有妈妈的 她是我在跟洪国荣订婚之后生下来的 谁都不准侮辱我的女儿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都已经蒙在鼓里三十多年了 为了你的家庭和睦 剩下的日子 你就倒不知道好了 怎么说 怎么说你们骗了我三十年 难道 难道我是被骗婚的吗 这是你跟洪国荣之间的事情 你最好关起门来去问洪国荣吧 这里是公司 我还有事要忙 你请吧 朱秉叔 进来把人给我带走 是 未婚生子还那么理直气壮 勾引别人的老公 生下孩子有什么好炫耀的 抢走我们家公司 你是想抢走我的老公吗 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强烦了 夫人 夫人 你不要这样 你怎么出去吧 夫人 拉我干什么 你该把这个夫人拿走 我说夫人 太狗 拉我干什么 你 好吧 好吧 回来了 你干什么你 无缘无故 你放什么疯啊你 胡国荣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欺骗了我几十年 成天对我大喊大叫的 瞧不起我 你搞清楚 我才是你妹妹正直的老婆 我什么时候成了第二个老婆了 你是不是真疯了你 莫名其妙 你胡说什么呀你 我见过高红了 他都告诉我了 女儿一起生活过 还有一个孩子 叫明明 对不对 还有 我知道了 我们公司垮了 跟事先根本就没有关系 都是那个高红搞的鬼 红果荣啊 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哎呀 你轻一点 孩子们会听到的你 听到 我就是让他们听到 你怕丢人了是不是啊 一天到晚说我的视线不好 原来你才是风流鬼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妈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吵架 出什么事了 爸 你说呀 什么风流鬼 谁是明明啊 你说呀 妈妈身体都不舒服了 你一定要这么晚才回来嘛 你是不是跟林品如在一起 你晚上是不是再跟他一起吃饭 我是不是什么事都要向你汇报 我累了 你出去吧 如果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在逃避我 我只会更加讨厌林品如 你怎么那么讨厌林品如 品如是我爱的人 如果你讨厌她的话 干脆连我一起讨厌好了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讨厌什么样的女人吗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要觊觎别人的东西 既然那么想得到我的东西 那就干脆重新投胎好了 深深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傲慢无礼 我告诉你 你现在得到手的东西 全都不是你的 严格的来说 都是妈妈的 你只不过运气好 生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 照你这么说 我是个孤儿 住在这个家里 是不是也不合身份了 我没法忍受 你知道我没法忍受什么吗 林品如欺骗别人 还假借高珊珊的名义 来换取别人的东西 所以你就动了品如的钱对吗 你说什么呀 林品如污染我是小偷吗 珊珊珊 我不希望你堕落到那种程度 你还有品如 都是我最珍惜的人 你别让我再失望了好吗 出去吧 林品如欺骗别人 你到底对我哥哥做了些什么 他把心都给你了 我让了那么远的路 那么拼命地回到家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为什么 爸爸 爷爷和奶奶在吵架了 为了没命的事 他们才吵架了 爸爸没命是什么人啊 不知道 白丽 你过来 明明是谁啊 以前我听说 爸和高虹曾经在一起过 还有一个孩子 你别胡说 这个孩子就是明明 好像说 爸那个时候不小心 结果那个孩子死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太离奇了吧 大大大大 你陪我玩好不好 好好好 老公 不用你去看下爸了 我先去看下妈 嗯 明明 妈 起床 我怎么 我先去看下妈 这就是 这就是 我先在中心之前 不停 我先去看下走 这就是 我先来说 我先给你 我先置信 那就是 爹 你 我先改正 自己来看下 那天 我先来喝 我先喝 你 子 我先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们 这都是结婚前的事了 我们没有资格责怪你的 但是 你真的要好好对妈妈说声对不起 她会那么生气 不是因为你的往事 而是因为这三十几年来 你一直没有对她坦白 什么 你说一千万预定了一间别墅 怎么可能呢 我什么都没有买啊 那好 你先传给我 我确认一下 马上给你回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是我的名字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进我的办公室 是你拿了支票在外面搞鬼对吗 这房子 是你订的对吧 你给我看有什么用啊 你骗我妈妈的钱 去买属于自己的房子 你就等着吃劳饭吧 你 我不会再忍下去了 我的婚礼被你破坏 我可以算了 但是我不会再让步的 你跟艾莉两个人 狼狈为奸 胡作非为 一定会有暴力的 哥 我听闻员说你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处境有些困难 本来我跟董事长借了一千万 要揭穿艾莉的罪行 结果就变成我倒用了钱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我查过这张支票了 这就是林品如用掉那些钱的去处 这怎么可能呢 你是说品如用这个钱 买了一栋别墅 不会啊 品如跟我说 那张支票弄丢了 我想 我破坏了她的婚礼 她很生气 她是害怕她结不了婚 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才会骗妈妈的钱 去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啊 品如一向孝顺风 难道她只用这笔钱 为她父母买了房子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明白 听不懂是吧 我说朋友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词 一个叫警察 一个叫法律 听不懂 到公安局你就听懂了 走 你又什么东西啊 我凭什么跟你去公安局啊 我抽你 我 我站住 在当时我报警啊 跟我动手 你们差远吧 虽然我不知道 爱丽是怎么支持你们的 但她脱了别人的房产证 在你这借钱试试时 一旦爱丽被抓进牢里 你们也脱不了关系 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是抵押房产的那个女人 拿钱来赎回去的 我当然交给她了 你确定 是爱丽赎回房产证的吗 把我的支票拖去订房子 也是你们做的吗 房产证确实是性爱的那个女人拿回去的 但定什么房子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赚点利息而已 该说的我都说了 哥 这一切都是爱丽搞的鬼 偷走我们家房产证 又让世新受伤 还利用高杉杉帮我的支票偷走 全部都是爱丽搞的鬼 现在我要去找她 可是没有证据啊 有能怎么办呢 我要想办法赶快找到有利的证据 然后把它交给警方 妈 是我 急事 那好 我现在就回去 哥 董事长有急事找我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 你先回去吧 小心点啊 这是怎么回事 爱丽怎么会用你的名义订房呢 是埋给你父母住吗 还是 还是准备你跟文彦结婚的 不是的吗 这是误会 我不记得那笔钱 被人用我的名字订了房 一定是爱丽 拿支票去做的 这话根本就说不通嘛 爱丽怎么会拿到那张支票 然后用你的名义订房呢 请你相信我 刚才我去找过点大行了 已经确认是爱丽做的 我想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你们怎么会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呢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相信谁好 是你 还是珊珊 你不说一声就跑过来了 让林品如知道就麻烦了 刚才当铺的人打电话告诉我 说林品如已经知道我们要输费房产证的事 什么 那可怎么办呢 这些钱虽然是我妈妈的 但是如果被发现了 那也是盗窃罪啊 有危机就会有转机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并林品如交出手上所有东西才行 我们要告他 盗用公款 让他一无所有 反正现在林品如住的房子 本来就是我婆婆的 如今我们拿回了房产证 就应该让他们走 他肯定不会乖乖交出来的 所以这就要麻烦你了 怎么说那房子 也是你妈妈给他们住的 只要你说服你妈 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妈妈 林品如移师那张支票的事情 您怎么处理啊 您就打算这么放过他吗 我已经问过品如了 品如希望我给他一点时间 好解开误会 你放心吧 品如很干练 他会处理好的 可是他要是一直不处理 怎么办呢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这个女人不知道在打什么歪主意 他一天都没回美容中心 一天都在外边呢 品如也许是在外面调查引擎啊 再说了 他现在是负责研发的 好了 你就给他一点自由吧 不行 我不能允许妈妈的员工那么懒散 这些钱虽然是妈妈的 可是那是公款呢 一定得让他还钱 要不然 就让他们从那个别墅里边搬出去 那间房子不是品如的 是妈特别安排给品如他父母住的 再说了 我以后也没打算 把那房子卖给谁 可是妈妈 那个房子对于他们家来说 真的是太豪华 太奢侈了 这个林品如 就是因为出了这样的房子 他才会悟空一切的 这是我上任Dr.King以后 负责的第一件事情 你就让我自己处理吧 这 妈妈 拜托你了 我通过了 那个我 你太可恶了吧 这是干什么你 这个混蛋 居然背着我和老秦人约会 你干什么你 黄光荣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追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追我 我做错了 妈 你这大晚上在干什么呢 妈 你别生气了 回房休息吧 气坏了身体不好的 是啊 您别生气了 小心血压 婶婶 叔叔做了什么事情 你这么凶啊 以前都是叔叔骂你的 现在换了房子 怎么换 婶婶骂叔叔了 好奇怪 你别生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